大家好,欢迎收看元月4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首先带你来看到 秀林乡公共所荣获了111年度 禁用原住民族及邮机关特优奖 那么乡长王玫瑰表示 秀林乡是太鲁阁族人口最密集的乡镇 圈乡人口有将近9成以上都是太鲁阁族为主 因此在禁用员工的标准上 不仅是考量到行政经验以及能力 还有涉及本乡居民优先之外 足语的能力和部落经验的程度 也是优先考量的取向之一 秀林乡公共表示 秀林乡以太鲁阁族人口最为密集的乡镇 全商人口近9成以太鲁阁族为主 因此在禁用员工的标准上 不仅考量行政经验以及能力 涉及本乡居民优先 足语能力以及部落经济的程度 是优先的考量取向之一 秀林乡公所市场参与习惯 以及足语作为沟通的工具 和长子们洽工来电 假如公所员工具备主义能力 以及部落经验的时候 在执行各项外运服务工作上 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我想这次我们荣获园民会 超额原住民约用人员的特优奖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秀林乡 土地面积大 那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 能够协助公所推动各项的工作 所以我们禁用的一些运用人员 我们大部分几乎都是以当地原住民族人为主 那这次主要在当时我们在禁用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加分的部分 就是语言这一块也是我们在禁用的时候 我们唯一比较重要的 那就是说因为它一定要会原住民族语 那因为在从事推动各项事务的时候 那跟民众的整个沟通协调会比较顺利 所以非常多我们的运用人员 几乎都是百分百都是用我们当地的原住民族 所以我们这次荣获了原住民超额禁用人员的特优奖 修林香公所秉持着卫民服务终止 今夜的贴近乡民所需 让修林香在任何卫民服务真理宣导成效得以顺利推动 最后也感谢在一起的长官们 因为大家的肯定 指引修林香公所持续朝向正确的方向施政来迈进 这个修林香公所持续朝向正确的方向施政来迈进 这个修林香公老 谢谢大家